有人找過我 但他找過我 但我覺得這個人找過我是沒有意思的 為什麼我不想說名字 他找我 托一個朋友找我 我跟朋友說 如果是說陳豪文的事不用談 這位朋友說 別不用談 談一下 年輕人喝醉酒 神經病 喝大兩杯可以胡作非為 喝大兩杯可以殺人 我覺得這個不是理由 你根本一而再作為三 到最後 證據確鑿 你還說什麼兄妹知情 這些是荒謬的 我覺得根本不是道不道歉問題 你覺得這件事這麼嚴重 可以喝茶吃個包 說道歉就算了嗎 我覺得不是 你問我怎樣可以算數 我覺得什麼都法律解決最好 法律解決 是不是 而且還有一件 輿論又公共 我覺得 有句話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演藝界近這十年八年 在很多前輩努力之下 那個演藝圈好了很多 譬如說 被人家做很多慈善 為了公益 其實是好 尤其演藝園做了很多事 演藝界的形象已經好了 但這個將所有的演藝界 包括香港所有演藝人的形象 破壞了 陳家煥是一個受害者 但其實全世界的演藝界 尤其是華人演藝界 都是受害者 你會覺得原來演藝圈真的這麼差的 外面是很好 裏面是這樣 他是丟了演藝界的架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不單止應該我們出聲 其實演藝界的前輩都應該對他作出聲討 而且還有他懂不懂演藝圈呢 我覺得大家都要想一想 olla大英語的導致 現時展現有所謂的 全部攻擊 有信蠍在